眉毛称之为兄弟公 认为眉毛形态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 优劣与感情运势 也预示着个人与亲朋之间关系的亲疏 古人普遍认为 眉毛且长且顺的人脾气不会差 是一个正直且勇敢担当的一个平行体现 而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交的宠儿 通常受人待见容易遇见贵人 如此一来事业自然也就通达顺畅 是古人较为欣赏的一种眉毛形象 相反如果是眉毛呈现中断 逆乱 黄宝 或者是半截眉的形态 则被古人认为不羁 认为这样的人通常脾气暴躁 意气用事容易迁怒于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是形刻眉的一种 不难看出以眉毛断人品性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 但从眉毛判断个人的身体状况 却是可行的 《黄帝内经》中说 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 恶眉者血气少也 可见眉毛的长短粗细浓密润泽 都能反映太阳精血气的旺盛与否 下半句说的人中 无论是在项学还是医学 都是非常常见的名词 而它的位置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体现 就是上唇上方正中的凹痕 也常称之为人中宫 历来都是人们熟知急救学位 而项学中认为人中代表了个人的寿命与子嗣 而宽身通达的人中 则预示着此人不但长寿 而且会子孙满堂 相反古人对浅平狭窄 庸致的人中则颇为排斥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 感谢观看